我在德国怎么过冬 德国能力的问题现在搞得怎么样呢 现在是个啥子情况 德国这边的人准备怎么过冬天呢 特别多朋友们非常好奇非常关心 这个问题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下 我们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准备怎么过冬天 我是低贵小胡子马基 我现在就在德国 那么你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 这个就是德国的秋天 还不错哈 那么平时现在已经快11月了 我们德国这边会特别冷 可能只有几度最多10度左右 但是今年的这个秋天非常不错 今天应该有20多度 比中国那边还要暖和一些 哇哦啊 我们家的苹果 今年有点多 你们看一下这些苹果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不错 你看看非常圆 比较大 全春天然的 然后非常香 待会再吃一遍 有人有吗 你们过来这边 哈哈哈 够的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哈哈哈 嗯 好吃的 这边 飞里克斯也在这边休息 你好 咱们接着说能源问题吧 我的后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多德国人这个冬天的一个温暖 很抱歉 可以这样说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是我们的木头 这里有一点 这里有一些 然后它会冲在这些地方放在这边 让它不要大事下雨的时候 这些就是我们冲的一些木头 这边有 那个后面也有 然后它会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从这边拿到屋子里面 然后去烧 到一个 鹿子里面 一个烧木头的鹿子里面 然后去烧 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能源问题的第二部分 是在我们的楼顶上面 我们房子的楼顶上面 有这三个东西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太阳闷的一个片 芯片吧 然后像今天这样的天气下 如果有太阳的话 它就在工作 然后它可以提供一些电 一些相当于免费的电 那么能源问题的第三部分 是在我们房子的地下室 这里我们存了一些 水和一些食物 这里面有肉 有蔬菜 啥都有 然后我们要去下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个好东西 这个就是太阳闷的电池 它里面可以保存一些电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一个鹿子 它要用石油 石油会在里面烧 然后它就会暖和起来 那么我们的石油 从哪里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非常有趣 和中国的区别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的石油 每年要买一次或者两次 然后也是要存在这里 但是这么多石油 存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里面 这里会告诉你 还有多少 还有20%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 是这样的 看不到 然后每年会把石油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存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1967年的 哇 好老啊 哈哈 是这样的一个小房间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 每次把这个门打开 这里就会有一股特别弄的石油的味道 哈哈 但是其实关上了这个门 基本上不会感受得到 但是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然后现在我们到厨房里面 这里面有我们的小苹果 待会儿要弄成果汁 然后我们刚才在地下室 烧的那个石油 它到哪里去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暖漆 它现在是广的 因为今天挺暖和的 然后这个可以开 开到二三差不多 然后在地下室的那个石油 从这边就会出来 然后整个房间都会很暖和的 现在已经到晚上的时间了 五点多了 五点半了 然后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准备的这些木头 怎么用 然后还要给你们看一下 好 然后就做了这个 什么都没有地下室 有一些木头 一个石油 就说了 石油 刚才那个地方就是要放入一些木头 然后它从这个地方 后面它就会从这个地方有一个暖和的空气出来 刚好今天我们欧洲这边换成了冬天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比以前要早一个小时 所以本来是六点 但是现在才五点钟 和中国的时差也变多了 现在是七个小时 你们看一下这才五点多了 已经这么黑了 然后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暖和的空气出来 非常舒服 然后它会让整个房间整个房子都暖和起来 还是故意 它也非常喜欢这个位置 那么反正虽然说现在所有的能源 的价格都涨价了 我们德国这边能源问题 如果你有充满兴趣的话 在下一期又可以过来卡一下 现在我要说再见了 朋友们下一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